赌王一生有四个太太 只有三房陈婉真以退位进成为最大赢家 相比于四房梁安琪精密能干野心勃勃 什么都要跟其他太太比较 就连女儿结婚时也是豪气十足 荷姆德将家里所有金银珠宝拿出来显摆 前几天三房的女儿何超连跟豆潇的婚礼却得到了全网的夸赞 毕竟这场婚礼从选择婚宴公司到筛选落地工作人员 全都是豆潇亲力亲为 呈现的效果清新脱俗非常浪漫 虽然豆潇本身的家境不错 但和赌王出身的何超连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难怪结婚的时候只有三太妻婆家人到场 赌王家族其他人更是没有动静 不过从合照中能看出三太陈婉真保养得非常好 映如十四年前跟赌王何鸿燊参加节目时的模样 何鸿燊接连夸赞陈婉真温婉可人 是何哥的嫌妻良母 相比于其他太太 陈婉真更喜欢在家相夫教子 就连主持人打电话叫他出来玩 陈婉真都表示自己要在家等老公 不然老公回家没人服侍他 难怪这样温柔的陈婉真在分家产时得到优待 当然这样的三太却像金丝雀那样毫无自由可言 对此你如何看待赌王一家